今天來吃牛肉麵 我很少吃牛肉麵 這個是為了好奇 來看看這邊的牛肉麵是怎麼樣 張家牛肉麵 我在想說我如果要吃東西 應該先把自己住的永康區 永康區的美食先吃過一遍之後 再往其他的地方去吃 大家可以看看這附近 這個折疊機有個好處 就是他可以這樣隔著 應該是我的牛肉麵 給別人的麵先買 這個老闆煮麵的是一個男子大漢 算是行囊大漢 他在煮牛肉麵 一定是有他獨到的技巧 然後旁邊那一位應該是他的老婆在幫忙他 然後大家注意到了沒有 那一對情侶啊 那個男的 那一對情侶啊 那個男的還會幫 幫女的拿東西 那一對情侶啊 好像很有很有紳士的風度啊 這樣才這樣才對 還給別人的道理 一點點不一樣 就算了 這麼多你的 你不用客氣了... 你不用客氣了... 我不是客氣了... 你的客氣 我願意去求他 你自己在了嗎 你不客氣了嗎 我沒客氣了 你不用客氣了... 很多人都要幹嘛 這個,這個地點啊,前面這一條路哦,你如果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你們知道前面這條路一直走會是什麼嗎?前面這條路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台南總圖書館,台南總圖書館就在前面這一條路一直走一直走 前面這條路呢,是雙線道一直走一直走,大概走個一公里吧,一公里半吧,就是總圖書館 哦,所以說,在這裡開店,很不錯啦,地點很好,你看前面的車子很多,有沒有 這裡的,這裡的店面,這裡的店面啊,中古屋啊,這裡就,這裡都只有中古屋而已啊,你如果要買全新的,是不大可能 哦,謝謝,哦,等一下,等一下,你看,看到沒有,我的牛肉麵來了,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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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店面,少說,少說一間也要三千,三千萬台幣以上要 哦,當然啦,兩年前,兩年前不用那麼貴,現在才比較貴啦,看看,看看它裡面是裝飾的東西 他說,後面有這個,筷子,筷子 嗯,看一隻,湯匙 看看啊,我的習慣呢,就是先把這個湯匙,放到熱湯裡面,怎樣 你看,消毒啊,消毒,有沒有 哦,我們來看看 有肉麵 它這個,這個,這個麵條呢,是屬於 類似關廟麵那種大條的 大條的 哦,但,但跟乾麵那種扁扁的 乾麵,扁扁的不一樣,我覺得 在這個,外形上來看,這個比較像是,那個拉麵 比較像拉麵 哦,然後這個,衛生塊呢,也是一樣 奔熱啊,把它怎樣,消毒 用高温效果 嘶嘶嘶 嘶嘶 哦 你看 有煙霧 哦 你看看 牛肉有没有 哦 這樣一碗 一碗牛肉麵 一百七十元 一百七十元 我不曉得 老實說我不大曉得 這樣的價格是 是怎樣 因為 我很少吃牛肉麵 哦 那 大家覺得呢 一百七十元 一百七十元的牛肉麵 這樣如何 哦 我覺得應該是物超所值啊 哦 他這裡也有賣 牛肉湯耶 牛肉湯也是一百七十元 好 要用餐了啊